字幕主持人 柏軒 8月5日一周港股 有段時間跟大家見面 我們找來Bob分析下 這個星期恆子的走勢 見到他比較牛皮 在221這些阻力位上過 但他似乎在216地徘徊 接下來有什麼走勢 或者這個星期股市是怎樣 我們問一下Bob先看 你好 大家好 恆子的走勢有什麼看法 其實恆子來說 你會看到這個星期 一日升一日跌 其實主要是上星期 已經形成了一個商頂 22300那裡 就是一個大浪的0.320 去到那個位置 真的阻力很大 再試到頂之後 都是跌穿了一個上星軌 一個恆子其實由19650左右 差不多 升上去到22300左右 差不多的位置就是恆子步了 變成這個上星軌 這個上星軌 在星期三那天就跌穿了 就是一開始跌口下去 首先就是試回之前那個頂位 就是現在的一個支持位 就是21600那個位 試到那個位置就真的有個rebound 就是上回來了 為什麼呢 就是加上昨天 英國那邊就減息了 又刺激了那個量寬 其實自從英國那個脫勾之後 開始我想 接下來都會看到那個脫勾之後 那個問題出現 但是就不是一次三下可以解決到的 變成他都要想辦法了 加上那個量寬首先 希望可以盡量去拖延那個問題 可能做QE 但是最短期的效力 見到 似乎是匯豐這隻股票 都被他扯上去 對於銀行板塊你有什麼看法 匯豐主要是因為他會購的 有一個會購作用 但是我覺得不是一個長時間的 可以繼續持續 最多都是看到一會兒 那麼匯豐其實就比 就是 渣渣會好些 暫時來看 因為他始終是有個回購 但是問題是 當那個消息過了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 阻力會依然有在 是 差不多 變了 我怕就不可以持續 加上市來講 大市始終都是 今天都是嘗試翻上去 2200是一個上升軌的底部 雖然其他人在十天線 但是成交始終都不配合 所以我恐慌會有機會 再下去試翻1600那些位置 始終不確定性比較多 日本那邊又說撤銷庫利率 但是 還未確定他們會用什麼方法 去刺激大市 未知香港會如何受影響 是的 因為要再提 因為始終昨天美股 看到英國出招 放水了 但是美國那邊 你見到那個 已經開始嚇人止捕了 最多都是升少少 因為始終美國那邊的數據 都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這個月底以來 數據都是很壞參半的 所以都要看回 究竟是否記得 在萬八點樓上 短期或者這個星期 做得標青的板塊 除了內銀內險 有什麼其他特別的 你比較喜歡 或者你 是的 會看到其實 之前都是比較強勢的 汽車股 今天都會 都幾全面上升 無論是東風 四八九 吉里亞 港氣 二三八之前很強的 全線都是上升的 另外來講 就是內房 內險 內房 還有國企內房 都是 民企 國企 都是比較全面的性格 還有水泥股 都是比較 都是標青一點 因為始終內房股 都會帶起水泥 那方面 明白 那去到這個階段 有什麼策略 或者你要怎樣部署 可以帶給觀眾 下星期的部署是怎樣 其實下星期 我覺得 其實他始終 那個成交這樣配合方面 我覺得 有機會 又會套下去 試一些 21600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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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來講 我覺得 比較落後的 始終都是那些 內銀股 比較落後一點 那大家可以 不妨後一隻 939 那始終 他 都是 在四大國有之中 銀行 比較 飄青一點 成福度 和 敏感度高一點 那 通常他都是去回 大概5.20左右 已經是 很大支持 開始了 明白 不妨又 封回那些位置 可以 嘗試吸納 變成 就可以 拆斷 好 觀眾請留意 939 大概在我們 5.20左右 來到這裏 那 Bob 有什麼需要補充 沒有 就和你做個新步 是的 以上 股票我沒有自由 好 今天謝謝Bob的分析 下個星期一周 廣告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Bob